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视频的题目是 i-485申请,遇到RFE或者被拒怎么办 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每年都会新发出100万张左右的绿卡 这里面有一大半的申请人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提交i-485,然后获得批准拿到绿卡的 所以我们看到每年提交i-485的申请人都是很多 在这里面也有一定数量的i-485被拒的 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信息 i-485亲属移民被拒的达到15%左右 职业移民也有相当数量 是为什么有可能各种原因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 另外除了直接被拒的以外 也有更多的人比如说收到了RFE或者叫NOID 有的NOID不同的来自移民局的要求 然后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或者回答问题的 这种当然比被拒的数量更多 尤其是近来因为各种原因 包括众所周知的中美关系 对于党员或者其他的申请人的身份 有更严格的审查等等这些方面的原因 所以造成申请人收到RFE 这个NOID以及被拒的更多一些 下面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比如说对于亲属移民 那你提交的i-485 你的基础basis是亲属关系 有的时候移民局会要求补充更多 关于亲属关系方面的证据 另外有的受益人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配偶 美国公民的父母等等 他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时间还不久 他过去在中国的一些身份 过去的历史等等 有的时候也会接受到美国移民局的信件 要求做出更多的澄清解释 或者提交材料等等 另外还有什么呢 像前面提到亲属关系的证明 有的时候你需要提供不管是照片 共同生活的证据 出生证明等等 像这些 那么职业移民 有的时候移民局会提出要求 如果你是雇主来为你申请的140 那么你需要证明你有没有换过工作 什么时候换的工作 换的新工作 是不是同等类型的 像这些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你自主申请的EBYA NIW这样的类型的职业移民 有时候移民局也会问到 你是否还在原来的领域 做这样的科研或者专业工作 你能否提供额外的证据 证明你将来继续打算 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 有没有已经转行 这些也都可以有合理的应对和解释 要根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来相应处理 另外不管是哪一类移民 有的我们知道现在需要交关于公众负担 I944这方面的要求 还有是关于体检 I693有的人在提交的时候没有交 或者后来体检过期了 被要求补充 这些看起来相对比较streetforward 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你错过了移民局 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那也会造成申请被拒 我们最近看到 听说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有的人在申请提交以后 因为他搬了家 或者邮局记得信 因故他没有收到 没有注意到 移民局要求他后来打指纹 或者提交体检 I944 或者是RFE NOID 有的问一些简单问题 但是他没有收到 没有及时回复 或者是要他去 艾斯巴尔的interview 一个通知 他没有收到 没能够show up 那么因此 从程序原因 造成申请被拒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提交motion 或者重新提交申请 但是又要花更多的时间 金钱 精力 而且也耽误了 你拿到绿卡的时间 推迟了你这个绿卡身份 开始的时间 当然这些呢 都对申请人不利 是吧 需要注意 另外呢 我们知道 美国移民局 从2020年10月初 颁布了新的 Policy Manual方面的 审理规定 对于曾经是党员身份 这些方面呢 也有更严格的要求 那我们看到呢 有一些申请人 在这方面 也有遇到问题的 首先当然我们再次强调 是吧 我们当然不能建议 申请人隐瞒 这样的这个身份 这个情况 但是呢 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吧 我们看到很多人 都是在大学期间 比如说入党啊 像这样的 这个呢 对于很多 至少比较普遍 那我们知道呢 在全中国每十几个人里 就有一位是党员 对吧 那么出国的人里 因为城市居民啊 等等 这个大学毕业的 这个比例可能更高 那如果申请485的人里面 党员比例极少 那这个大概也难以 让移民局相信 是吧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吧 其实绝大多数人 提供了合理解释 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这个 因为这个mindset 思维定势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强调说 我为了找到一个好工作 为了保送研究生 为了拿奖学机 评比等等 因为这些原因 那这个呢 一般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有一些申请人呢 他当然还是比较重视 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 直白的说呢 我们可以说用力方向不对 他这个提供的解释呢 不是移民局接受的要求 所以有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那大家可以参考我们YouTube视频 YouTube频道 其他的这个讲解这方面的情况 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内容 总体来说呢 像我们说到现在呢 I485申请人遇到RFE NOID 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有的是程序原因 有的是这个内容的原因 另外也有一些申请人 因为没有处理好 造成申请被拒 我们认为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交流方面的问题 你可能有你的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较好的表达出来 造成交流方面 miscommunication 然后当然也有就是没有收到移民局通知的 希望申请人尽量避免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发email联系我们 谢谢